人体器官的一些英文单词及例句 我这个系列大概基本上应该 身体器官组织应该都包括了 我们一起讲十个 先念一下自己参考一下会多少 The dance has removed the toddler from kitty's teeth Taste buds can tell whether something's sweet, salty, sour or bitter Tears ran down her face He rubbed his temples He tore a tendon when he fell down the stairs Tosticles produced spur The muscles in my thighs soared after climbing the hill The thigh bone goes from the hip to the knee The fear is so dry that she can hardly swallow Dance I could thump 这都是身体器官 Dance is 牙医 牙医 remove 去除掉了 移除掉我的什么东西呢? 移除掉了这个 Tartar Tartar什么东西啊? 从Kitties 牙齿 把牙齿移除 可是又不是牙齿啊 从牙齿的什么中间 什么上面移除掉了 移除什么? 就牙垢 牙垢 像我们抽烟了 比较容易得牙垢 就算不抽烟 多少一些东西啊? 反正就是 比较少刷牙啊 卫生习惯会差一点 卫生习惯好的话 牙垢就不容易找 牙垢不好看 Tartar 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个 Tartar sauce Tartar jam Tartar醬 有时候西餐或烤肉 Tartar醬啊 西洋的东西 很好吃 很浓啊 可是就是这牙垢 所以我每次看到Tartar sauce Tartar醬 是看起来很好吃 实际上也很好吃 可是看到这个字我就 就是啊 就是 头皮发麻 因为他就是Tartar 所以在我的解读里面 牙垢醬 那谁吃得下去啊? 我们当中文翻塔塔醬 就是塔塔醬 可是他这个当然 虽然他不是从牙垢过来的 只是说可能刚好同名啊 Tartar醬 就是胃垒 就是胃的细胞啊 舌头上的细胞啊 Tartar醬 看起来的意思是告诉 可是一字多译嘛 它有区别的意思 到底是不是啊 你吃东西的时候 胃垒就告诉你啊 到底它是不是sweet 这都是形容词啊 它的名词是sweetness 常常加一个AESS 到底是不是甜的啊 烧底是不是咸的啊 烧的是不是酸的啦 是不是 bitter苦的啊 酸甜苦辣啊 辣倒不是spicy 像我们一般的华人说spicy 很辣的不是 辣的是hot 是很辣 但你也可以说很热啊 看上下文 那个spicy是辛辣的啊 就是也不完全辣 就是味道很重很重啊 带辣带苦啊 带刺鼻的啊 所以你也可以说 像日本的wasabi啊 wasabi 它也但那个就是辛辣啊 辛辣啊 所以spicy 不完全是辣啊 t也就是眼泪啊 t也就是眼泪啊 rain down her face 你也可以写ro 滚下来 都可以 眼泪滚下他的 从他脸上滚下来 流泪啊 就流泪啊 你说t也不是不可数名词啊 没有错啊 可是这边有s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讲过很多次啊 这是不可数名词啊 当个别的时候可以加s的 这很多人搞不清楚 那这边中文啊 也要辨一下 就不要翻眼泪啊 你说眼泪也可以啦 那但是我们强调说 我懂这个意思 就是泪珠儿 泪珠儿 泪珠儿一滴一滴 一滴一滴嘛 他留很多滴嘛 这个泪汪汪的嘛 所以他这个泪珠 眼泪你说不可数 可泪珠儿就可以数嘛 没问题啊 泪珠儿 泪珠儿是庙语 他摩擦 摩擦他的庙语 怎么会 他自己有一个庙 庙他去摩擦 庙语不用摩擦 还是要转法轮啊 越想越语 不是 泪珠儿除了庙语啊 寺庙以外 也可以是太阳穴 太阳穴 他按摩他的 你也不要说他摩擦他的太阳穴 中文翻的就很烂了 就是他按摩他的太阳穴 因为太阳穴加S嘛 为什么有两边嘛 左右两边太阳穴嘛 就是复数 而Tier的原型动词是Tier Tier 所以你说眼泪是念Tier 可是当动词啊 弄破了啦 磨穿了 磨损就念Tier 所以他有一个字 有两个音 倒不是中文的破音字 而是他根本就有两个意思 不是破音字啊 不懂的就是破音字 他根本就有两个字 所以其实 很多字 它根本就有很多字啊 它是同一个拼法 看起来是一个字啊 它完全不是同一个字嘛 它词性就不同嘛 它的一字多一 它的意思差很多嘛 完全是两个意思啊 所以这是最麻烦的啊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英文 学的中等以下的人 就不了解这个概念 要中等以上 有些程度很好的 就这样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 我认识六千个单字 这种讲法就一般啦 他说我认识六千个单字 可是知道这六千字 一万八千的意思 哇 这个就是高手 这个叫内行啊 这个tendent就是我们讲肌腱 或者我们就讲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筋啊 手筋脚筋啊 它这个脚筋啊 手筋啊 它没有写这个哪里啊 就手脚的筋啊 这个断掉了 当它从这个楼梯上跌下的时候 摔掉了脚筋啊 或手筋 那掉下来嘛 那应该是脚筋的成分比较高啊 可能性啊 Testicles 睪丸 有人念睪丸啊 这个好像是破银子啊 睪丸、睪丸都可以啊 我们也 我习惯念睪丸啊 就睪丸就是男人的这个两颗蛋蛋啊 可以 因为Testicles有两颗嘛 两粒嘛 如果你只有一粒 你就是怪物 而你三粒也是怪物 这是99%年纪都是两粒嘛 而又有人有只有一粒 三粒啊 像没听过啊 三粒就是台湾 三粒 三粒电视台啊 我们讲三民事啊 这个 搞完了 搞完了可以制造精液 射击的时候精液 Mussles 这是肌肉啊 in my thighs 哪里的肌肉呢 就是大腿 大腿就是thigh 因为两只大腿嘛 除非你 独角 一只脚啊 不然的话像这种都要加啊 你不会是一只脚的肌肉 两只脚的肌肉都差不多嘛 瘦耳 就是酸啊 有时候酸中带痛啊 有时候纯酸啊 酸酸的 当我们爬了那个山啊 爬山啊 以后大腿酸痛啊 当然小腿也会酸啊 但大腿用力大 特别酸啊 heo 就是mountain 差在哪里? mountain是高一点啊 heo 就是小山啊 小山丘啊 几百公尺啊 这个mountain大概到1000公尺以上啊 当然另外还有丘陵啊 the thine bone就是大腿骨啊 就是大腿骨啊 就是大腿骨是从屁股啊 英文里面单词讲屁股的单词很多啊 也别是屁股 从屁股到膝盖 那一段骨头就大腿骨啊 heathrit heathrit很简单 喉咙很干 所以它几乎没办法swallow swallow swallow就是吞液啊 吞下去 swallow 喉咙太干了 因为喉咙要有口水嘛 要有液体嘛 这样才好滑下去嘛 啊 不要去吸 吸云啊 我们讲吸云啊 就吸啊 不要吸你的大拇指 只有很多小孩子喜欢吸啊 但是大人啊 我以前报社有一个编辑啊 这个小鬼啊 每次都喜欢吸 吸他的拇指啊 或吸那个原子笔的 原子笔笔头啊 也说吸了半天 麻牙齿都是 那个原子笔的墨水 或者吸大拇指 但是我说 那都是几岁了 不是小孩子 老是喜欢吸东西啊 就是长不大 穿的一种习惯啊 这几家诊 这几家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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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